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喜欢大的 是吧 大块的 不过为了预防 让大家不要担心 就是一道大块肉就是不入味 一道牛排就是不熟 所以这块肉够大的 我就准备先给它做一个凉水浴 好了 同志们 盐制用的料水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套路 胡萝卜 西芹 还有洋葱 这样我准备了一些丁香 丁香直接给它扎在洋葱上就行了 现在我们准备了一些香料 那这个是肉桂 这是我用的斯兰卡肉桂 看这个很薄 香叶 然后比如说肉扣 像这个是香沙 然后白扣 这个是好像还有黑豆扣 我准备的黑豆扣 还有绿豆扣 然后还有一些香菜籽 小茴香这些 然后这个是白香果 大概这样 我们把它先放到烤箱里加热一下 因为像这种干的这种香料 一般需要一定温度才能让它发挥香味 肉桂 哎呦 哎 看看同志们 这又腌制好了 同志们 哎呦 这个上面这块不要了 这个蹄子咱就不要了 所以我就没进到水里 一共是泡了16个小时左右 正常应该是够了 这个盐水浓度一定要对 盐水浓度对了 这个肉呢就能足够软 汁水又足够多 那现在我就把它放到烟熏炉里 咱们今天先烟熏 烟熏之后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步骤处理 到时候再跟大家说 好了开始 烫烫烫烫烫 哎 好 刚刚好 同志们 一点都不差 完美 哇 颜色不错 同志们 来 看看 哇 好香 开玩笑 这不是开玩笑 哇 好香 哇 这香味 没想到 这个腌制的一下果然不一样 我们现在还要做一步 呃 有意思的动作啊 哇 天 这个东西滚烫滚烫的 哇 好烫 呃 我们这给他开一刀 开一刀 现在这个猪皮啊 我跟你说 同志们 脆的啊 呃 哇 哇 哇 哈哈哈哈 哇 哇 好神奇的感觉 整块猪皮撕下来了 等我等我等我 这还有一个漏网的粘连的地方 OK 诶 诶 诶 呵呵呵 整块猪皮撕下来了 哦 哇 头一次这样做 我感觉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给他开点花刀 哇 哇 哈哈哈哈 哇 一切直接那个脂肪就爆开了 哇 哇 这好有意思 哇 这太神奇了 这个啊 接下来是我做的那个树莓酱 呃 我专门做的这种颜色比较红的 因为他希望他到时候出来的时候 这个颜色会通红的那种比较好看啊 哇 我其实现在我都不是很敢刷它 爆浆啊 你真的就是一动它哇哇哇的往回糖水 哇 太香了 同志们 我也不是看哇 太香 不过同志们 我刚才一动它 我一拿它骨头都掉了 就是个肘子啊 猪肘子 这骨头都出来了 那我现在就不能再挂它了 我只能把它竖着放在这个烤盘上了 好同志们 这样我就把它放在里边 我把它靠在烤炉里了 我把它倒了 那这样呢 我们把温度提到200度左右 然后再继续烤 好同志们 怎么样忙活了一天啊 怎么样成果还是不错的吧 哎呀就是我这发型都乱了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三连啊 不尝一下我的发迹象 同志们 好 这个猪腿啊 咱们就是火腿啊 这个家庭烟熏火腿已经做完了 咱们先尝一下大概什么味道啊 哎呦我天呐 我天这真好吃了 这个 我前面带的那个 我跟你说那个脂肪 全就那个脂肪现在就跟 我跟你 你看看吧 朋友们 带着烟熏环 整个这个脂肪 你说什么 这个脂肪跟凝椒差不多的质感 这个脂肪太香了 我的天啊 太好吃了 你光吃那个瘦肉哈 你看那一下也感觉不出来 我跟你说 你加上那个肥肉 直接就是无敌 甜酸的这个酱 我跟你说 配在一起 烟熏味 我天 简直要疯啊 我过去现在 屏幕前 可能小伙伴都认为啊 今天这个火腿就是这么吃就完了 嘿嘿 又吃 一整条猪腿做的火腿 然后呢 再做了一个猪腿肉披萨啊 嘿嘿嘿 哇 我必须来尝一尝现在这个味道了 感 反正刚才我跟你说啊 单独吃这个火腿肉非常的棒啊 非常的棒 整个我们现在这个屋里的味 我是觉得我做那个酱其实大家可以真的可以试试啊 就那个树莓酱 酸甜口味的 但是就是感觉那个酸甜是整好的那个感觉啊 加上这个 哎我就说那个猪腿那个肥肉 哎呦我你别说我吃我已经算吃了不少了啦 但这一次这个肥肉这个感觉真的很棒 就是凝椒我就说就是凝椒那种感觉 不是像肥肉 不像一般肥肉 因为吃了一点不腻 哦 好久没吃这么多东西了 刚才哎呀 我妈伟还说 哎你说咱是不是吃牛肉吃多了 所以吃猪就特别好吃 也可能有这个道理 但是哎呀 那样这个猪腿是真的棒 这酸甜鲜咸 然后加着这个烟韵味 再加上这 你知是什么 这奶酪是什么味 我天这沙拉米 我天不行了 今天这个太太棒了 我天我同志们好 好久没那么吃了 我天 全是汁 这么一大口下去 你看 不干 第二不干 哇 哇 我这太喜欢了 太棒了 哎呀 很可惜啊 对吧 这么好吃的东西 这俊东没来 哎 可惜啊 好吃啊 接下来呢 就我就和阿伟了 准备把这一块 吃完啊 哎呀 今天今天这一餐可以啊 我这一个礼拜 已经喂了一个礼拜驴了啊 白喂了 全吃回来了 不过 值的同志们 特别值 哈哈哈哈 好 这期啊 咱们就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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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